就是相信愛情的其實每個人經歷過這一輪 其實狀態都不同 所以其實在這個劇照裡面 他們兩個的心理事實上是有兩種不同的狀態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你要在舊戲上面 我舊導演跟演員的合作裡面 你要脆弱的人演呼吸 然後呢脆弱的人或者說說 讓他們演堅強的戲都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是呢如果你能夠讓一個很堅強的人 演出脆弱的戲例如像在在 或者例如像形象上比較脆弱的事實 可是演出一個很堅毅的選擇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能可貴的一個經驗 那在這次宅宅跟詩詩其實都詮釋出了 我所謂的他們細膩的那一部分 而這一張照片或者說最後一場 就是我認為是他們整段戲表演中的一個進化 因為他們用了完全沒有任何台詞 卻用了兩個眼神 告訴你什麼叫做選擇 什麼叫做等待 什麼叫做愛 所以大家進戲院的時候一定要好好的看這一幕 哇 那我們來翻出他的關鍵詞 回到 就跟我們的片名一樣 回到愛開始的地方 那導演我有個問題 那他們兩個最後有沒有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只要心在一起了 人實際上有沒有在一起其實都是小事 因為終於會遇到一起 所以我覺得我只能回答 他們看電影才知道 但是他們心應該是在一起的 心一定是在一起的 剛剛我們通過非常簡短的一個書裡 用八張照片 帶大家感受一下這個電影故事的一個脈絡 可能大家進入電影 會有更懸念一點的了解 在我們要請大家啟動之前 還有一個特別小小的問題 想問一下導演 因為現在你看這個非常好的一個檔期 今天就要上映 因為有這麼多的片子 有的朋友他會說 這部片子看起來啊 有點太小清新了 可能票房會不太樂觀 我不知道 導演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每部電影都有他自己的貼命 就是說他是否票房會怎麼樣 或者說結局會怎麼樣 大家都很難去直接做預測 但是呢評價一部電影好或者不好 其實是他在觀眾心中的時間 他能夠在心中留得越久 然後當你難過時想起他 開心時想起他 脆弱時想起他 他就是一部值得你珍惜 陪著你走一輩子的電影 那我相信回到外一定是一部配配這種一輩子的電影 無論是他在票房上或者各方面的成績 那當然票房上呢 其實雖然我們是小清新 但是我們是小清新裡面的戰鬥機 所以其實呢 不用擔心 我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覺得交給上天去安排 但是我們努力做到最好 那我相信呢 他可以 這個小清新戰鬥機 可以帶我們穿越雲霄 然後一直到更多更多的地方 小清新當中的戰鬥機 還有兩位擁有這麼多粉絲的 這個 兩位明星來這個保駕部門啊 那是不是也可以在今天 跟我們所有記者朋友的這個鏡頭前 向你們所有的粉絲跟觀眾來推薦一下 嗯